这些大名鼎鼎的人都是身怀绝技 动作行云流水的猛男 他们的武术指导让人拍手叫绝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动作片已是日益沉曦 不负当年风采 2005年 王精监制的天下第一开播 看到这部剧的时候 以为是古装武侠剧的开始 毕竟动作干净利落 飘逸至极 万万没想到这并非是开始 而是古装动作的巅峰 剧中曹公公那一腿 让中国武侠篇倒退了20年 2022年 风云雄霸天下和观众见面 排云掌 神风腿 天双拳 三分归元气 佛光普照 灼日剑法 每一个招式的特效都极具打击感 让人身临其境 哪怕是年幼的段浪和聂峰 也有不俗的演技 这两个小孩吊着威亚斯毫不惧 有说有笑 1998年 刘伟强导演的电影 风云雄霸天下 亦是精彩绝论 令人惊呼 世间竟有如此特效 时隔24年 再看风云 他依旧是站在云顶之间 笑傲群雄 2021年 由张若云 高伟光 张天爱 李更西主演的 雪中汗刀行开播 这是根据网络小说 雪中汗刀行改变而成的 网上相传 英雄制有未停 还有雪中汗刀行 看到这部剧之后 没有看到潇洒的污打动作 只有慢腾腾 软绵绵的打戏 网友称之为雪中慢刀行 八九十年代的拍摄条件 自始不及当今 按理来说 现在的武侠片 理应拍得更好 各种威雅 各种动作 特效都去哪里了 这部剧的打戏动作 实在是让人爱不起来 只见一女子转个身 身旁的几个彪性大汉 便应声而挡 到底是用了什么招式 将其击倒 观众没有看见 动作拉胯 造型倒是有模有样 有人说这太难为演员了 他们不是武术科班出身 怎么会做出漂亮的动作 飞檐走壁 闪转腾挪 灵魂后翻 这都是专业的人才能做出来的 偶像艺人怎么会做 来看看 袁和平是怎么做的 1998年 《水浒传》悄然迈入荧幕 这部剧的武术指导正是袁和平 在剧组中 武功最好的人是武大郎的扮演者 宋文华老师 大正爽饰演的护三娘 也是吉萨 那是因为他专攻京剧刀马蛋 除此二人 好像没有什么武术功底的演员 武松和西门庆的那场打戏 让人看了极为痛快 好似自己就是武松 把西门庆打得跪地求饶 西门庆的扮演者李强 不是专业的动作演员 连业余的都站不上边 可是在和武松对打之时 人们看到了拳拳倒肉 刀刀剑骨的误打 袁和平设计十分巧妙 须知武松如天上将模主 真是人间太随身 武功自食不凡 打西门庆绰绰有余 为了让这场打戏更加精彩 袁和平让西门庆还手 并非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由武松宰割 这里边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 那就是不能让武松成为配角 在其他版本的《水浒传》中 西门庆倒是像除暴安良之人 武松成了勾引小攀的恶人 还给观众一种错觉 西门庆全力开火 有点替天行道的意思 诸多版本不胜美举 袁和平在处理这场打戏的时候 让西门庆挨打 时不时反击几招 但是全程几乎都被武松压着打 这样的打戏才让观众看得过瘾 不然武松打不过西门庆 至少从武打的角度分析 观众不会买账 西门庆的演员李强 做不出来的武打动作 袁和平便会在现场耐心的去指导 为了更好的呈现 袁和平还用替身 让整套动作看起来更加流畅丝滑 武松打虎的那场戏 剧组找来了真老虎 那可不是假老虎 他的脑袋绝对不是面团捏的 这场戏是最后一场 放到最后来拍 在开拍之前 导演已经给武松的演员 丁海峰买好了保险 然而在拍摄的时候 还是发生了意外 忽然之间 老虎屈膳一扭 把丁海峰甩下虎背 接着整个虎掌 按在丁海峰的脸上 到旁边的工作人员驱赶 他方才罢手 万幸的是 虎爪未曾出窍 否则丁海峰的脸 恐怕是毁了 袁和平一高人胆大 用真老虎进行拍摄 这才有了这部经典的水浒传 当然在拍摄的过程中 也不全是真老虎 也有假老虎 真假老虎的穿插 真是运用妙计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部剧 并且在武打动作中 挑出点毛病来 我想除了看到明显的 替身演员之外 真的是无懈可击 最打蒋门神 风雪神山庙 武松打虎 飞云扑之战 艳青打雷 鲁之身和林冲切磋 每一场打戏都是精心设计 没有半点辣眼睛的动作 袁和平的动作指导 除了经验之外 还有日常生活的积累 在一次的庆功宴上 有个老板喝醉了 说能不能拍部醉拳 袁和平一听 这个创意不错 他看到人喝酒后的醉态 还是蛮有趣的 于是在1978年 袁和平指导的醉拳上映 其实对于艺术 袁和平一直在追求的道路上 他力求每个动作都做到完美 拍摄太极宗师的时候 天气酷热难耐 他在铁皮房子里 毒辣的太阳却不手软 把铁皮变成了烧烤的大火炉 拍摄了十几个小时 他没有打算收工 而是问吴京 吴京还有劲吗 听到吴京说有劲 袁和平又开始拍摄 后来吴京在访谈中曾说到 导演演员到点了 该回去了 后来袁和平又和吴京合作 那部小李飞刀让人百看不厌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 就是吴京扮演的阿飞 和李循欢在梅园里舞剑 那段配乐 环境再加上精彩的武术动作 不禁让人心持神望 彼时的张静 只能演龙霄云身边的打手 换言之就是龙套 但是他不断努力 多年后终于大放一彩 吴京舞英雄 太极张三丰 功夫 黑客帝国 木虎藏龙等电影的武术指导 皆是袁和平 说到袁和平 人们会把他的动作指导 一词联系起来 只是现在的吴京 已经不需要动作指导了 因为实在是没有观赏性可言 摆几个造型就能轻松过关 何乐而不为 现在拍武侠片 一个月就能杀青 可是在以前 花费四十多天的时间 开头十分钟还没拍完 1997年 黄日华 陈浩铭 樊少皇主演的天龙八部开播 这部金庸武侠剧 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童年 说起这部剧的武术指导 却极少有人知道 其实它就是默默无闻的郭震锋 为了能够让打戏抓住观众的眼球 郭震锋不怕麻烦和辛苦 把第一集十分钟的打戏拍了四十多天 有人没有听过郭震锋的名字 但是你可能听过郭追 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 他是张家班的主力军 曾和张彻合作 真子丹主演的那部电影 《洗黑钱》的武术指导 就是郭震锋 除了真子丹和郭震锋设计武打动作 还有两位武术指导 他们分别是袁和平和袁强人 所以人们在看黄日华版天龙八部的时候 觉得打戏耐看 动作帅气也就不奇怪了 见过古装片里的轻功 却没有见过戏中萧远山 如此帅气出天气的轻功 和乔锋对打之后 萧远山飘然而去 这样的帅气动作 便是出自郭震锋之手 据贤装之战 揪魔智对乔锋 虚逐对揪魔智 三兄弟联手退了辽兵 无不精彩 多年后兼佣剧又被翻拍 于是他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金武英雄里 李连杰的陈真是和日本人过招 把对方的脑袋撞在桌子上 桌子没有碎 日本人却弹了起来 这样的动作设计也是打击感 然而这些无数指导 总爱搞些新花样 至少在《新校江湖》中 观众没有看到酣畅淋漓 几大高手围攻魔教少使 就和农村的小孩顾佳佳一样 天龙八部也没有拍出新意 杨佑宁版的武打戏 让人提不起胃口 阿子戏渔夫的那段戏里 未免太过儿戏 尿裤子的断育更是前所未见 八九十年代的动作片 那些武术指导 没有很好的条件 甚至为了拍摄好一个镜头 他们会冥思苦想 待想出来之后 便会行动实施 电影龙的心 八大武师 为了一个镜头 他们不怕危险 来了个跳楼的特技 背后是工作人员的付出 他们准备了一页 才把纸箱和缓冲的垫子铺好 演员为了完成镜头 会甘愿冒险 对于他们而言 一切都是值得的 相比于现在的动作片 以前的剧简直是神迹 说直白点 是用心在拍戏 没有摆造型 八百万的投入 拍出如此佳作 让烂片情何以堪 曾几何时 动作片强者如临 随便一拍 就是勾人腮帮子的作品 现在的武打片 已经不复当年 但是没有守住底线 不禁让人杂舌 袁和平 钱佳乐 红金宝 袁华 这些人的名字 00后和10后 可能没有听过 但是他们的精彩的武打动作 撑起了几代人的青春 以前拍完戏 导演喊的话不是收工 而是救人 稍有差池 演员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毕竟受伤严重 现在的演员受伤 若是不及时送往医院 可能伤口会自动愈合 一部好的动作影片 能调动观众的激情 看完之后 巴不得去自家的后院练上几招 过过影片里的打戏的影 看到烂的武打戏 恨不得把电视机砸了 于庆在这儿 不得不试问大家 中国动作片还能东山再起 重振雄风吗 武术指导的消失 会不会是娱乐圈的悲哀吗 但先别着急回答 近日 天下第一五指 袁和平公开了个不得了的事情 可谓是十分的令人震惊 袁和平坦言 功夫电影 我觉得应该要有人传承下去 从李连杰 成龙 红金宝 张子怡 到真子丹 张静 吴京后面还有谁 我最大的希望是功夫动作电影 有人接班传承下去 因为功夫是我们中国的果翠 现在的功夫动作片 都是老一辈在苦苦之称 一点新鲜血液补进来都没有 按这样趋势 要不了几年 我们果翠电影就要绝技了 曾经的几强争霸 成了如今的独树一帜 吴京身后可能已无后继之人 内地的吴打后备难以担当 世晓龙演技欠缺 成年之后几乎没有代表作 而港台地区只剩向左和张晋 怎奈向左是万年捧不红的新二代 张晋孔也是后继乏力 青黄不接的状态让人不禁感伤 英雄垂目 少年为奇 谁能担当大人 屏幕